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作者 叶永烈 第四部分 瑞金浮沉 十五 毛泽东被架空了 博古来到中央苏区 再放了第一把火 批罗明路线 放了第二把火 反邓 毛 谢 古后 紧接着 便下第一步棋 架空毛泽东 中央苏区党 正 军三权 党权已在博古手中 军权由周恩来掌握 但政权仍在毛泽东手中 毛泽东毕竟是 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 博古指派张文天分管政府工作 后来安排张文天出任总理 及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 这样 毛泽东只是 图有虚名的政府首脑 用博古的话来说 毛泽东成了加里宁 因为加里宁虽然多年 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是苏联国家元首 但实权全然操纵在斯大林手中 毛泽东确实被架空了 只是他仍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 毛泽东在厅州福音医院 休养了三个多月 回到了瑞金夜平 1933年2月10日 博古代表中共临时中央 则呈毛泽东负责领导茶田运动 毛泽东只得服从 从此把主要精力花在茶田运动上去 所谓茶田运动 是认为中央苏区农村 有些地方化错了阶级 导致土地分配不合理 于是 要在农村开展 清茶阶级 清茶土地运动 及茶田运动 于是 1933年3月 毛泽东在瑞金夜平 进行茶田试点 然后 在中央苏区推行茶田运动 5月 毛泽东忙于律中央政府代表团 去武阳区召开春耕生产运动赠旗大会 6月 毛泽东接连在红色中华上 发表关于茶田运动的三篇文章 茶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 茶田运动的第一步 组织上的大规模动员 依据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发展状态的差别 去开展茶田运动 6月17日至21日 毛泽东在瑞金夜平主持 召开了八线茶田运动大会 到了8月 毛泽东发表茶田运动的初步总结 毛泽东原本是中央苏区最高首长 其党 政 军大权于一身 党 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 正 中央政府主席兼总理 军 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如今 却只能分管茶田 这项工作 本来只需土地人民委员 及土地部部长 去做就可以了 就在毛泽东茶田的那些日子里 反罗明路线 反江西罗明路线甚嚣尘上 就在毛泽东茶田的那些日子里 第四次反围剿战斗正列 前线 司令部里见不到毛泽东高而受的身影 繁忙的司令部里 朱德作为总司令 周恩来作为总政委 刘伯承作为总参谋长 在指挥战斗 如彭德怀所言 这时 军团内的行政管理 党委领导 政治工作制度等 王明路线还未完全统治得了 大体还是照旧 照旧 也就是照毛泽东的一套 周恩来 朱德 刘伯承仍按着毛泽东的策略指挥作战 从1933年2月中旬起至3月20日 红军接连在黄皮战役 东皮战役中大胜蒋介石军队 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 5月8日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意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41次常委会决定 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 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总政委 决议增补项英 博古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并由项英任中集军委代理主席 毛泽东呢 他在领导茶田运动告一段落之后 8月16日 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48次常会决定 毛泽东出任苏维埃大学校长 沙可夫为副校长 毛泽东在那里给学员讲向苏维埃怎样进行工作